哈喽我少年 方程旅行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吧 阳哥来讲其实就是八九天 因为之前车买回来一直没有出来 出来的这几天就赶上了阴雨天啊 今天我已经在双亚山已经待了三天了 暂时其实没有离开双亚山的打算 因为我是想到七月份的时候 因为双亚山这边有个饶河县啊 饶河县有一个黑衣风自然保护区啊 那里边产的这个黑衣风断树蜜啊 特别好因为全国只有两个地方 有这个黑风啊 饶河是其中一个 但是这个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的黑风 只有这里有 所以说我想买一点这边的这个蜂蜜 等它这个新蜜下来之后 买点蜂蜜我再走 这两天天天天下雨吧 方程里面也是很冷 因为东北的这周围温差还是很大的 其实我现在我现在身上胳膊都起鸡皮疙瘩了 我现在录视频我把这个衣服脱了 然后现在我开着这个窗 我一会儿我得赶紧把衣服给穿上 外边现在还是很冷的啊 尤其晚上那时候就开着柴暖睡觉 现在白天啊 现在是一点多啊 但是也是很很凉啊 很冷必须得穿外套啊 穿单衣服单裤子出去就已经冷了 不行了 东北还是有点凉 我等过几天买完了蜂蜜了之后 十天八天的时间大概是 它新蜜下来了之后 然后我就准备出发了 我先从内蒙走 如果去内蒙看 我计划是从横穿内蒙 然后去宁夏青海 最后去新疆 如果要是内蒙也很冷的话 我就先不去内蒙了 觉得太冷 太冷不行 我本来为什么走这样的路线 就是因为南方太热了 所以说就想从北方这边往过走 但如果北方太冷了 还是往南走吧 今天刚刚剪辑完了视频啊 看这个 iPad啥的还都在这里 刚刚拍摄完 视频 就想着赶快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其实好多好多想说的话啊 就还有一个就是 我的这个看到了吗 我的这个 这是卫生间的门啊 这个五角星旁边 有一个蜘蛛 捡了一个蜘蛛网啊 这是大自然的 因为我身后就是山啊 我身后就是大山 这边空气确实是很清晰 每天打开 早上几时打开门 就感觉清晰的空气 真是扑面而来 因为晚上的时候吧 所有的床 我都果然是只开一个床 但是因为冷嘛 再有一个就是感觉不安全 晚上的时候 睡一晚上还是很闷的 总感觉有点缺氧 到南方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南方热的话 到时候看看 是该怎么搞 现在北方就先这么讲究一下 好今天就到这了 拜拜 拜拜